怡秀集团堕了吗订单大盘点 打轮啊 怡秀搞堕了吗这事儿很明显 但他明里暗里到底接了多少次订单呢 怡秀的第一单就是自己亲姐姐纯元的 这次呢他利用四大爷和纯元的信任 合理搭配上自己的医学知识 在食物当中掺了性寒的芭蕉 又把杏仁换成了伤胎利器逃仁 又因为纯元罚贵侧服务致其小铲 别人呢都只以为他是受了惊吓 不过呀说不准这事儿里头 怡秀也掺了一脚 毕竟没有人在中间添油加醋的话 一向温柔的纯元 怎么会罚贵这位侧服务这么久呢 如果说纯元的善良人设是自己经营起来的 那他就更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选择撕破伪装 据说那个侧服务呀也是个脾气不好的 而怡秀呢又在王府的女人当中混得如鱼得水 很难说没有他的掺和呀 只是当时没人知道侧服务有孕 怡秀有可能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这次他不仅搞掉了孩子 还弄死了自己老姐 可谓是一个订单送俩人上西天 这波买一赠衣 怡秀总是打了个亲情价 甚至呀他还顺手多带走了一个娃 多了么开业第一单也太狠了点 这伤害范围呀也有点太大了 这次之后他顺利上位 成为王府的敌附近 后来的皇后之位也是理所当然 成为皇后之后 一心搞事业的怡秀并没有懈怠 他把目光放在了有孕的方贵人身上 这就是隐藏暗线之方贵人的孩子 怡秀为了完成这次的订单 先是在岁雨轩的海塘下面 买了上好的射箱 然后一顿操作 让倒霉蛋华费背了黑锅 导致方贵人一直认为 是华费害了自己的孩子 这就有了华费致他污蔑之罪 把他打入冷宫的操作 要不是甄嬛在树下挖出了射箱 这事还真可能没人知道 毕竟怡秀心思缜密 得知甄嬛要住在那 还特地加了点桂花趣味 这可真是本剧本当中 《堕勒梅订单》里最隐蔽的一个 但顺利完成了隐藏暗线的怡秀 并没有因此停滞不前 他还想在新人到来之际 把自己的堕勒梅集团做大做强 之后好招聘新人呢 不过这一次 他接到了虚假订单 当年雷姐姐被华费下了套 给大家表演了一出真假怀孕 诶我怀孕了 诶这是假的 华费是看了个乐呵 怡秀这次可能是因为比较机智 一开始就觉得这事不大对 所以连方案都没打算拟定 但也有可能是梅姐姐 从喜德龙胎到胎像全无 实在是有点太快 她还没来得及准备 那边的孩子就没了 这也是怡秀从事堕勒梅以来 接到的唯一一个虚假订单 除了这一单之外 人家可是从未失守 看来怡秀自从干了这行之后 就一直顺风顺水的 甚至在甄嬛他们进攻之后 他还打破了自己最快的记录 移修六个堕勒梅订单当中 用时最短的一单竟然是甄嬛 怎么辈子 无力还换怎么会是 移修职业生涯里最快完事的订单呢 难道不应该是复查贵人吗 咱们抛开那些暗线不说 就来说说移修这俩订单 赏花宴上 安小鸟和移修联手 成功让猫咪出手 剁了复查贵人的胎 可这甄嬛又被查出揣了娃 在移修这个角度看呀 穗宴都埋了摄箱 他会怀孕 那可真是人生无常 大肠包小肠啊 但并承着顾客至上的理念 移修还是通知下属 准备接单 这不就先来了一招 声东击西 先是暗示齐尔哈 让他给甄嬛下夹猪桃 要知道一生下来就会死 倒不如不生 夹猪桃的枝叶和花坟 都是有毒的 这就是用齐尔哈 来吸引甄嬛的注意力 紧接着呢 移修要和四大爷离宫的时候 他带走了温石出 转而留下了自己的心腹太医张弥 这位老头跟华妃说 甄嬛过了头三个月 胎相稳定 这才有了华妃乏贵的场面 注意了 这个时候大家都是说 甄嬛的胎过了前三个月 你的胎一直安好 且已过了头三个月 就连他孩子没了的时候 四大爷也是说 甄嬛有孕三个月 丸拼有孕三个月 你不知道吗 但复查贵人这儿就不一样了 当时复查贵人 刚发现自己揣娃 就立刻在周三的早会上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所有人 当下一休一乐 来活了呀兄弟们 当时他刚揪住安小鸟 这正是个考验 他的大好机会呀 好巧不巧 安小鸟这人呢 也天天去他的警人宫报到 那天借着安小鸟送香囊的时候 一休一顿暗示 俩人接过路一般哑迷之后 定好了时间地点 以及动手方式 赏花当天 一休跟复查贵人 闲聊天的时候呀 正好提及 他这胎已经四个月了 这警人宫是地气最好 可你呢是福气最好 有四个月了吧 按照他们四舍五入的习惯 来分析的话 就是甄嬛的胎刚过三个月 而复查贵人的胎呢 已经四个多月了 不过这第一胎的事儿 真不怪我还 他比较得宠 所以刚一踹娃 一休就迫不及待地动手了 复查贵人有孕的时候呢 正好碰上十亿 再加上他不受宠 又不聪明 一休也就没有那么着急 接单多了嘛 谁让人家本事大呢 不慌不忙 也能给你胎打掉 但是一休真就这么厉害 从来就没有失过手 并不 天了咯 甄嬛转当中竟然还有 一休完成不了的 多了吗订单 真是没想到 一直顺风顺水的一休 竟然也有失手的时候 因为这次的一休想要拓展业务 他不盯着肚子里的小娃娃了 直接把目光放在了大孩子身上 比如那个聪明有心机的四旦 这次一休在崴脚之后 一招微月燕冲月 阻挡住了甄嬛回宫的脚步 脚好了之后呢 他直接去找了巨人阿三聊天 俩人正目慈子笑的时候 四旦的背书声忽然出现 一休心想 这孩子比三旦可聪明啊 那绝对不能留啊 当天晚上 四阿哥就收到了一份 加了料的夜宵 幸好啊 当时的四旦沉迷于读书 让嬷嬷干了这碗绿豆汤 自己则在一边继续背书 嬷嬷刚喝完汤就口吐鲜血 一命呜呼 吓得四阿哥起身就往太后宫里跑呀 一休这一次动手 非但没能成 反而让四阿哥 跑到了太后那寻求庇护 以后谁都动不了四阿哥了 还真是得不偿失呀 但这还不算什么 因为啊 他的这次行动 甚至还给甄嬛 争取到了一个回宫的机会 所以这次的打胎行动 可谓是一休事业生涯的一个败笔呀 明明之前的一休 在行动之前 就已经有了缜密的计划 现在这直接下毒的手法 跟之前相比 可真是有点低级呀 也不知道 他是太看不起四阿哥 还是自己太飘了呀 好了 感谢视频就到这里啦 铁子们还有什么想看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呢 感谢观看的 感谢观看的